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分享一个很简单,但我很喜欢吃的 手撕鸡 不方的混合做法 哇,经典 很棒 急凍鸡腿做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有两只急凍鸡腿 我在冰箱里解冻了 拿出来 洗一洗 这些差不多250克左右 至300克一只 街市凍鸡腿一定有的 首先 反去背脊那边 不是皮那边 肉那边 在骨头上开一刀 就是这样 这样开 为什么 快点,方便入味 上面开刀 然后呢 轻轻解开它 让它快熟一点 第二 快点入味 省点时间 这样 这个鸡腿很大 很厚 很厚的 拿刀 用食指按着刀 你用力的时候 就会好一点 安全一点 已经搞定了 就是这样 尽量把它摊开一点 不复杂的 如果你觉得很麻烦 这个动作 你可以不做的 但是呢 就帮你省了很多时间 那你说 喂 你不想用急凍鸡腿 你想用 整只鸡腿的 OK 没问题 照做的 跟着 盐焗鸡粉 街市 或者超级市场 都有的 那其实它 只是沙姜粉 加盐 我当是这样 那我们 塗粉 去肉那边 然后搓一搓 这样就可以了 腌三个小时 以上 需要时间 因为是厚肉 腌肉的时候 放在冰箱里面 现在天气 很热 然后我们准备要做个汁了 洋葱 不用那么多 四分一只 姜 蒜 少许辣椒 葱 辣椒不吃得烂 可以不下 没什么所谓 因为我打算做个香蒜醋汁 来拌这个手撕鸡 它的味道会更加好 更加开胃 现在天气热了 要吃点蒜椰 首先把四分一个洋葱 我们把它切丝 慢慢切 不要急 切幼少许尽量 然后我们把它一开二 不要那么长 幼身少许 因为是会生食的 但有一半是浸在醋里 会很好吃的 另外一些生的洋葱 可以用来半个寿司鸡 增加清爽的感觉 然后我们切小葱 4cm 等会用来浸鸡 几片姜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鸡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有盐焗鸡粉 腌了之后 它会很够味 然后姜 我们切几粒 我们切些姜肉 在汁里 在这里 姜和鸡很够 我们切少许 因为除了蒜之外 有些姜 汁的味道会更加丰富 链皮 压烂它 然后切这个姜 姜碎就可以了 少许就够了 不是很多 这里 就是这样的尺寸 不用太小粒 然后葱花 大粒少的葱花 我们会用汁浸 这样就会更香 切好了 放在冰箱里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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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我放了两个辣椒 你可以不放 没所谓 如果有灯笼 放少一点灯笼 红色灯笼 颜色好看 蒜头 四五粒 大粒少许 用的时候 才压烂 如果摄得蒜头 多放七八粒 没问题 因为蒜头等会 让汁浸过之后 蒜头会更加 更加好吃 会有点甜味 切蒜头碎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小粒 我们放在这里 这样就干净剪齐了 先做好汁 放些姜 放些蒜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放少少滚油 煮少滚油 倒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 洋葱丝 我们放一半就够了 让它有些汁浸一下 这样它会更好吃 不会那么辣 然后呢 山抽和醋 份量我已经写在盐光幕上 在上面的了 除了生抽和醋之外 有麻油等等 有点糖 那样 它的味道呢 会很丰富 最后呢 放些葱 还不可以的 还有东西要做的 辣椒当然要放进去 葱浸过之后 会更好吃 放在冰箱里 放很多天都没事的 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有些芝麻 这些芝麻是散的 那我们用白锅 即是不用放油 然后一慢火 慢慢炒香 其实很快 最慢火都很快 炒到它变色 有少少金黄色 它初来是白色的 现在这个灯光关系 搞得好像黄黄的 不是这样的 白白的 我们慢慢炒到它变黄 你会见到它 一粒粒的 在锅上 好像跳舞 不要紧的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黄金黄的 很香的芝麻味 就是这样搞定 接着放在一边 放冰箱之后 我们放两三汤匙 在汁里 汁里 汁就很香 这个汁你可以做多一点 做多一点 然后需要用的时候 拿出来 可能凉拌其他东西 鸡肉 什么都可以 接着呢 我们准备了一锅碎 姜葱放进去 你预计要3公升左右 3公升 然后我们放一汤匙的黄姜粉 因为我们是雪藏鸡 给你什么 这些颜色是很白的 用黄姜粉浸一下 它会香一点 颜色会漂亮一点 滚起了 放下去 再滚起 微微滚的时候 盖上盖 浸 45分钟 可以了 一定可以了 45分钟 一定可以 一定熟 30分钟都可以了 然后我们拿出来 搞定 接着呢 放在冰水里 浸 它 皮就会很爽 肉会滑一点 冰水是很重要的 浸冰水 接着我们就可以手撕了 基本上 急冻鸡腿也可以 没有问题的 好吃的 搞定 浸完 接着呢 任何方法都可以了 没有什么程序 首先撕出来 然后顺着纤维 纤维 扯开 这样就可以了 握住它 把皮柳 吃得很好吃 顺着它 扯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麻烦 找刀切 切到一丝丝 不要太柔 有厚度 有粗粗的 这样才好吃的 你吃到口里 要有东西才可忍的 一定要这样 是的 太过丝 太过幼 不好吃 这两只鸡腿 已经很多了 够了 够你一家人吃的 鸡腿会比较好些 鸡胸 其实就粗一点 但是鸡腿会暖化很多 然后我们将剩余的山洋葱 放下去 吃到芫荽 等会你会见我 加一些生的芫荽 加一点葱花 放下去 有芫荽是香很多的 有些朋友是不能吃的 我觉得很难吃 但是我觉得很棒 然后 将那些汁倒进去 拌进去 搞定 吃得 不方的醃鸡方法 不方的汁醬 是很有趣的 但是很好吃的 冰冻吃是特别正的 我通常拿来送饭的 通常 麻烦还没订阅 请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可以告诉我 分享给朋友 这些汁很好吃的 最后我们将汁放进去 一起吃 是的 很棒 夏天特别正 希望大家喜欢 这个私房首司鸡 今天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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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